Achoo 打噴嚏 歡迎打開羅比頻道 今天的主角是 Achoo 打噴嚏 在那些年我們一起追的女孩 這部電影成功之後 這是很多人在期待《九把刀》 要去改編成電影的下一本書 原本也很順利的要在2014年上映了 結果卻因為主角柯正東的新聞事件無法上映 就延期到了2017年 結果還是不能夠上映 後來《九把刀》宣布已經把這部電影的版權買回來之後 就在今年正式要跟大家見面了 劇情敘述 從小在孤兒院長大的主角王毅智 喜歡著一起長大照顧他的猩猩姐姐 毅智下定決心要成為猩猩姐姐喜歡的男生而苦練拳擊 在擂台上屢戰屢敗卻絕不倒地 獲得了不倒霞的封號 在一場大魔王居兒博士的陰謀裡 欣欣姐姐被捲入其中 而意志也終於發現了自己存在的意義 基本上我不是九把刀的書迷 雖然我身邊有很多朋友都是 封號九把刀的書改編成了電影 我就看過以女生作為主角的等藝人咖啡 還有驚悚懸疑類型的樓下的訪客 這部打噴嚏我想應該是最純的九把刀那種 純情少年的天真熱血愛情故事 還不只是這樣還加入了一個都市傳奇風格的 超能力者之間的戰鬥劇情 讓打噴嚏除了是一個男孩愚蠢的初戀故事 更有超級英雄和反派之間的支線劇情 這樣的內容算是有趣的 但我就會想要問這到底是一個愛情故事 還是一個超級英雄的故事呢 我自己覺得這部電影在這上面的平衡是有一點問題的 主線劇情跟支線劇情好像有點對調了 對我來說顯得怪怪的 但我好像也能明白這好像是九把刀的一種特殊的風格 在大我面前小我還是比較重要 一種中二浪漫 電影整體來說不是太差 設定上面就是一個商業片娛樂片青春愛情片 也就不用去要求他這部電影需要有多深刻的劇情意義 你就嫁給我好不好 好啊 除了裡面超人妝的配色之外 還有吳建豪自以為的表演之外 我都還蠻喜歡的 林一誠的部分則是沒話說 而且會讓我真心的覺得希望他的戲份可以再多一點 在他身上的重點劇情有一點顯得太少 比如說他回到孤兒院的那一段 如果是漫威的電影就會再寫一個小朋友跟他之間的互動 像鋼鐵人3那樣子 然後到結局的部分也就會更多一個感人的點 這麼漂亮的姊姊人家真的想多看一點啦 而柯正東他就是六年前的那個柯正東 當初我們最早認識他的那個衝勁和活力 還帶著一點無腦的樣子 都在這部電影裡面可以看到那樣的柯正東 都在這部電影裡面被保留了下來 我想他現在回去再重演這部電影的話 一定已經演不出我們現在看到的那個樣子 只能說這個角色的確是適合他的這種純情大男生 然後也看得出來他很努力的在詮釋這個角色上面 雖然說沒有要變成館長或者是雷神索爾的那種肌肉 但也可以看見他身體上面的線條是有說服力的 然後在這部電影裡面還有一個很知名的演員 是沒有在海報上面出現的 那我想可能是個驚喜吧 我就不在這裡說他是誰了 影帝級的那種男演員 而且他出現的每一場戲 都是讓我特別特別喜歡的 我個人認為是除了林一誠跟柯正東之外 這部電影所隱藏起來的一個大亮點 這是一個初戀的故事很純真很簡單 最後將一切的事物連結在一起 讓主角找到一個屬於自己的意義 一種很浪漫的結尾 但我還是想要講說這部電影隔了五年多才上映這件事情 是會影響這部電影的 首先是很有趣的 我們還是會看到這些演員五六年前的樣子 除了林一誠跟柯正東之外 我們還可以看到那個時候還未成名的王大陸 還有劉冠廷也在裡面演了一個沒有台詞的角色 不知道你去看這部電影的時候有沒有辦法找到他 而這些演員這些明星他們的人設 對觀眾來說都是完全不一樣的了 柯正東不再是當年的柯正東 九把刀也不是當年的九把刀 除此之外這五年多的時間觀眾的品味也改變了 青春愛情電影在這幾年間也出現了不少好的作品 或者是其他的電視劇都有 甚至是現在的人對於青春和愛情的定義 我覺得都不太一樣了 而這部電影還是有點停留在瞄準五年前的觀眾群 這當然啦 可能 我猜不一定會不那麼的合2020年的觀眾的口味 當然如果你是五年前那些年的粉絲 這部打噴嚏說不定會是一部很好的重溫舊夢的電影 或者是你可以把這部電影想成是一台時光機 但你去到五年前跟某人約好要去看的那部電影 我自己覺得抖音世代的破處跟九把刀世代的打噴嚏 要在台灣的電影院同時上映 這件事情是非常非常有意思的一件事情 完全不同的取向 不知道觀眾會比較喜歡哪一部青春電影 打噴嚏特別推薦給 想要一場熱血漫畫主角的愛情故事的你去欣賞 這部電影我給的評價是 以上這就是今天的影片了 希望你喜歡今天的內容請幫我按讚和把它分享出去 還有找找你的訂閱鈕訂閱我的頻道 如果你想在第一時間知道我上傳影片的消息 別忘了在訂閱之後再按下那個小鈴鐺 如果你有任何的意見或者想法歡迎在下面留言 讓我知道這是羅比頻道 祝你今天可以看到一部精彩的電影 我們下支影片見了 掰掰 我們下支影片